做這個陰唇手術的都說 瑞士不是性能感嗎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 歡迎收看Aris Channel 我之前就看超直白的影片 一直很想要做他其中一個手術 那就是縮小陰唇 就大家可能就覺得 醫美可能可以做熔乳啊 或者是臉啊 什麼抽脂 但我們不知道 其實私密處也是可以做醫美手術的 第一個就是讓他的外觀很漂亮 就是男生最喜歡的一線包 因為男生最討厭就是蝴蝶包 就是在進入的時候 你還要把這個蝴蝶翅板打開才可以進入 那就會很麻煩 第一個是外觀的問題 第二個呢就是健康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女生 老的還是年輕的 其實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容易私密處重複感染 可能只要壓力大 或者是免疫系統失調 你就可能會再過敏 或者是你會起疹子 發炎 對 然後就有很多分泌物 人家會以為 喔 你好像白帶很多 會不會是你太虛寒 還是不乾淨 因為你的陰唇就這樣包住了 所以呢他就沒有辦法通風 然後呢 你去看婦產科 他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你最主要還是要讓他可以透氣 不要一直都包在裡面 就像男生的私密處 會包皮過長一樣 就是可能他翻開來 你們要藏污納口臭什麼之類的 就是一直拉不通風 這樣也不好 所以呢我現在呢 要來愛瑞絲2.0了 人家孫生是 雞雞2.0 我是愛瑞絲2.0 我現在要開始誕生一個一線包 一個完美子品包來給你們看了 為什麼要拍這個呢 是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畢竟私密處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 before after 所以呢我就是可能 示範來看看大概是長怎樣子 大概是我想一下有什麼構思 會有大陰唇跟小陰唇 那可能小陰唇就是有點 蝴蝶包 就是這兩片太大了 然後你可能就是很容易 會這樣包住 然後會藏污納垢 或是你穿太緊的內褲 或是褲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悶熱 不然就是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還要這樣子把它撥開 你才可以進入 是一個示意圖 你們看得懂嗎 看得懂 所謂的一線包應該是要像這樣子 我做一下我就給你們看 它應該是要這樣子 香腸都進去的時候 就是直接進去這樣子 喔對了 你割下來的就會是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呢 會異常的黑 因為它平常都會摩擦內褲 然後就會很醜 然後又很皺 就把它丟掉 你現在就是粉包 這邊就是新生的嘛 所以這邊就是粉色的 然後很漂亮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到時候就會變成 一線粉包了各位 依莎妮好 上次今天有來資訊過啊 今天是手術的當天 那今天就是要來 真的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不要緊張 怎麼辦 不要緊張 它其實沒有想像那麼可怕 而且它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值回票價 除了外觀改善以外 它其實功能性也會改善 比如說它會容易發炎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發炎反應 所以我一直 長期受到這個的困擾 很想要改善 像我想要問 它跟藍三鴿包皮的疼痛感 比起來哪一個比較痛 它不會像是一般我們聽到 像是溶乳手術啊 或抽脂手術那樣的疼痛 不會 那跟八字池的痛比 嗯 我覺得八字池的痛比較痛 喔喔喔喔 對 你會覺得整個頭痛 這個真的是還好 它就是破皮的疼痛而已 那還可以認同 對 那它的恢復期的部分 來稍微跟你講一下 對 好 剛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那我前三天會最不舒服 就是最有那個疼痛的感覺 嗯 一個禮拜內 它的那個疼痛感覺就是 我剛剛說的就是很像 喔 我這邊有點化破皮了 它碰到會有點明顯有感 就這樣子而已 我只會希望說 你一個禮拜後 我們會回來回診 然後之後就是一個月之後回來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們不太會有什麼縫線在外面 我們是內縫 所以其實我們傷口的那個線 是可以吸收的 不用拆線 不用拆線 太好了 但是因為會有一些 我們所謂打結的地方 那這個打結的地方 那個結會比較不舒服一點點 我會讓你回來把那個線頭剪掉 就這樣子而已 那其他就很簡單的一個手術 耶 我們今天做的是小溫傳家包皮的 切除手術 手術會有的狀況先跟你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血腫 遇親 大多數的人都會發生 只要有受傷有傷口 一定都會有遇親跟血腫的狀況 哇好緊張喔 這怎麼辦 我們圈頭先握起來喔 我提醒到 大聲的時候會有點不舒服啊 喔幹 是不是滿有感覺的喔 會想麻糟的話就這樣握 好OK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辛苦了 辛苦妳了 再見了各位 我要上哪一道了 待會見囉 掰掰 掰掰 手術加油 掰掰 阿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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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到你耶 碰到我 摸到你在一個山丘上 你說你要看煙火 然後就放了煙火 很漂亮 割下來的陰存耶 對啊我想看我的陰存 這邊有雷射刀割過 所以他會有點brew cat 很黑喔 白馬亞塞克吧 冷冷的耶 就跟我割完痴窗 醫生給我看我的痴窗一樣 好痛喔 我不會痛耶 那沒感覺 但是我好暈 而且我好冷 正常的願望要退會有點冷冷的喔 你要看你的書前書後嗎 好 把這陰謀跟我的 這是書前 這個書後 好漂亮喔 粉包耶 還有那個智友幫你除掉了 梅子真的是太完美了 粉很完美耶 我超粉的耶 一線幾品包 又是粉色 又很緊 糟糟 看了會想要做耶 殺小 哪種做 你只想跟他抓耶 去賣你的一線包對不對 就是這樣喝的 好冷喔 我一直發抖 但是不痛 完全不痛 而且因為它是雷射切割 它沒什麼血 對吧 好冷喔 好冷喔 看貓 看貓 給大家看 你衣服要AFTAL 你不要嚇到 我看你會嚇到 因為血肉酷 血肉酷 太濕了 AFTAL就這樣子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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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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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為什麼瑞絲要做鮑魚手術了 是很漂亮 粉紅一線包 我太美了 而且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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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鏡頭看一下 不行啊 鏡頭 麥可看啊 欸 它顏色從黑變粉紅色 我回去想要好好認真看一下我的皮 你們回家自己用金筆照一下看一下 你看好猛喔 好 雅倩來看一下 被比一下 走開啦 耶 就是最後一次我們的回診 我的修復狀況呢 其實是好的 但全是因為我自己還去日本玩 然後我又做習思條 所以呢我修復的比一般人滿 所以呢 醫生有幫我建議打一個什麼東西 對 肩膀雷射 它其實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它的修復啊 或者是你的免疫功能都提升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來做這個療程 等一下就來做這個療程 它回歸正體 醫生你有看到就是我其實做這個手術呢 有引起很大波的網友的反彈嗎 就是上新聞 然後很多新聞都報導 底下留言都在罵我 我會想說這個女生走歪了 怎麼可以做這種那麼髒的東西 就是怎麼可以拍這種東西 怎麼這個 為什麼這個手術就是走歪了 我以為我活在八股時代你知道嗎 這也是那麼正面健康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觀念要改變 其實在國外 這種手術其實是非常推崇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手術 不只是可以改善女生的自信心 因為其實一個女生 她的外觀長得比較大 比較肥比較黑的時候 她可能整包穿在褲子裡面 她可能會整包一坨在下面 除了不好看以外 這一坨肉 她可能在做的過程中 可能會摩擦 所以其實她常常都覺得 壓到一塊肉的感覺 夾拉側的時候很明顯 沒錯會不舒服 所以其實這個手術基本上是 改善一個女生的不是外觀而已喔 她是改善她的一些功能性 對對對是很健康的 然後我上PTT還有D卡 其實有很多女生 也會分享她的術後的心得 也都是相當滿意 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任何 就是覺得啊很後悔的 每一個人都是 哇還好我有做這個決定 是 喔我想到還有一個留言說 自然就是沒為什麼要做這些 我跟你講自然就是會有衰敗 就是會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每一個人的生命處 其實都長得不一樣 就算男生也會包庇過場 我們有問題有病痛 就是要去處理它 我們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才要做這些手術啊 那我確實有這個很大的問題 我已經二十幾年都這樣了 我看到了超直白的影片 我恍然大悟 哇原來可以這樣改善我的問題 那我是不是就 因為超直白破舊 那我希望我這支影片 也可以救很多無數的 蒼生跟女孩子們 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會知道啊還有這個方法可以解決 就可以來找你這樣子 唯一有患者她是媽媽 然後她就覺得她的女兒 十二十三歲的時候 看到女兒的心命處 那就那地方怎麼那麼大 那麼黑 所以那時候就來求助我 所以其實這個手術呢 很多媽媽她們也會 推早上借女兒來做 竟然是媽媽這樣子 很為女兒著想 我覺得很多會 不想要女生做這個的 反而是 可能是男生 沙文主義 他們不鼓勵女生去改變 他們就是給女性一個家鎖 他就覺得你不要挑戰 你不要去改變 為什麼不能改變 然後可以進步變得更好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做這個手術 除了解救女生以外 他們還是解決我們的心理 對 我覺得心理是最主要的 也會有人說 我又沒有男朋友 我幹嘛要做這個手術 但是妳是為了自己啊 對 我是為了自己 我為什麼一定要 先找到男朋友我才要做 或是 一定要給男生看 我是女為月記者 我就是自己的月記者 我是要給自己看 我每天照鏡子 這樣看修復狀況 我都會微笑 我不要畫好漂亮喔 這不就是一種滿足感嗎 是的 是的 我希望大家女生 都可以有身體秩序權 然後可以做自己 成為影響中的自己 我覺得自己開心又好啦 對啊 對啊對啊 真的不用管那些留言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是為了自己 我知道我是在做證券的事情 是的 是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各個平台要追蹤 我們下次見 掰掰